你们需要的人我带来了 还差一个 马上到 学生留下 您回吧 回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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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渊 怎么来晚了 赌车 你小子张口就来 鸡自行车还赌啊 还不快进去 是 好 报告考官 这是我的简历 请您过目 放桌上吧 您喝水 我不渴 你 叫什么名字 报告 将药 将药 到 带大家去三号实验室 三号实验室 那可是高压氧藏 您是来找 找可用之才 是 加药 开始加压 注意调压 二位教官 听说你们都不愿意和学生们交流 是对我推荐的人不满意吗 校长 这是一种手段 其实我们是在测试对方的心理素质 但是他们的表现令人失望 这份工作随时面对生死 不要察言观色 也不要小心翼翼 而是要保持乐观淡定的心情 团结一心获得胜利 大概理解 现在多少米 报告 十六米 继续加压 是 继续加压 现在的测试是在做什么 他们的身体可都是合格的 文化水平决定了专业知识 能否学好 心理素质决定在岗位上 能否干好 养过敏测试 是对生理技能的一种补充测试 想要成为我们需要的人 除了身体健康 还必须通过这项测试 这项实验 一方面是测试人体在高压中 肺部是否对吸入的高浓度养过敏 另一方面测试耳膜 能否调解身体内外的空气压力差的平衡 如果耳膜调解不了压力平衡 在未来的工作中 将会对身体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 同时 一旦遇上紧急情况 他们必须吸氧急救 如果对高浓度氧气过敏 就无法成为我们需要的人 压力已到 开始吸氧 这个学生表演不错吧 自动把系的将药 现在下结论为时过早 注意 注意 实验中心发生火星 所有人员立即疏散 我好了 这船门俩开了 突发火星 请大家尽快疏散 没发生火星 快疏散 救命 来人啊 救命 我们也好好过来吸口氧气 别害兄弟了 行吗 你那时等死 现在逃命才最重要呢 我都生无可恋了 我害你们干吗呀 安歇说了啊 我对氧气不过敏 我对烟药才过敏呢 救命啊 陆一涛 陆在这儿 快用 开门 陆一涛 开门啊 还不开 走啊 不是陆一涛 什么意思啊 那人是谁 他怎么在屋里啊 陆一涛 计算机器的研究社 所有人注意 测试结束 开门 是 我们还有不少好瞄子 要不要再见见 上级还等着吗 回去复命啊 我推荐的人 你一个也不选 偏偏看上了陆一涛 好 想听别在这儿 进屋啊 谁啊 姜耀 你怎么在这儿 报告 我是来送饭的 我们刚才说的话 你都听到了 报告 听到了 可是我不是故意的 你小子打探情报 打探到我这儿来了 校长 二位领导 我知道错了 错在太想入选了 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你知道入选后 干什么吗 不确定 但我猜 二位一定是部队的领导 来选人 一定能带我去一个新世界 新的世界恐怕你看不到了 我们要的人 活在黑暗之中 生在危机边缘 那应该是前领部队 我看了很多关于潜艇的书 也了解潜艇 也向往部队生活 报告 我准备好了 目的是什么 目的 刚刚说了呀 你这么着急 肯定有原因 说说吧 我女朋友 她从小有部队情节 崇拜军人 一直希望嫁给一个军人 所以我希望能够实现她的梦想 年纪轻轻还挺重感情 她是我初恋 谈了六年恋爱了 当然 我进部队也不只是为了她 我也有梦想 想要去建功立业 好了 你先回去吧 是 你们的饭 小金 你怎么想 她很阳光 也挺勇敢的 乐观单纯 也许有一些小自私